花蓮新城国小有一名校工叫做周志毅 虽然因为小人麻痹行动不便 但是他每天总是最早到学校最晚离开的 如今因为年纪大了决定要退休 全校师生在廉价前的最后一天举行了欢送会 校长更拿出结婚金项链跟教职员集资 送上了全金坠子 场面相当的温馨 全校师生与台上已经服务32年的周叔叔 温馨合唱 因为这天是他在校上班的最后一天 校长也拿出自己的结婚项链与教职员合资 打造纯金牛坠子作为贺礼 在花蓮新城国小服务的校工周志毅 因为小额麻痹不良于行 但他总是一大清早六点就到校开门 最后一个才离开学校 还会不时坐着电动轮椅巡视校园 如今校长考量周叔叔已经62岁 每天上下楼关门窗的工作渐渐吃力 因此决定让他明年退休 眼眶带着泪水 要离开守护了32个年头的地方 实在相当不舍 全校师生也在元旦廉假前的最后一天上班日 替周叔叔举办欢送会 透过送他这一条结婚项链 然后祝福他 而且希望他之后 也是当以志工的身份守护新城国小 金项链象征秦定新城国小 全校小朋友也在最后一天排成一排 向周叔叔告别道谢 虽然即将退休 但身影永远存留在每个师生的心中 记者陈晶叶花联报道 2 2 4